除了行贿以外 滥用特权同样让人诟病 日前高铁一般从台北发车的819次列车 因为高铁公司的自家执行长郑光远迟到了 所以整辆车300名旅客 就这样被迫留在车站多晚了 两分半钟才发车 一开始高铁宣称说没有接获相关通报 直到交通部介入他们才坦诚 确实是为了等郑光远才比较晚发车 对于这起事件高铁态度低调 公关部门原本只用却有此事虚心检讨 这八个字来回应外界 不过晚间郑光远是正式的向社会大众道歉 并且强调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